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矣 对记在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一百五十七页 上次讲到这个解脱道 是忠正如始之道 远离苦乐两边 那乐的老术寺外道 跟这个信誉崇拜的片路外道 那这个片路 那 法语集里面讲说 这个是师婆神崇拜者的信誉派出来的 另外 也有可能是 这个比师儒变入天 这个信誉崇拜 也可能也有一分 反正就是跟这个双修有关系的 那另外的是苦邪 那这个都是极端的 那这里讲到 另外讲到 我们来看一百五十七页 此或乐独柱 或乐人间柱 他说在这出家人中 就沙门集团里面 也有不同的根性 那佛教也是沙门集团里面的一个 总共有所谓的六四外道 有六个沙门 佛教一个七个 其他的是婆罗门 婆罗门是在家的 那沙门集团里面有些 也有有头法 也有些没有头法的 佛教是剔除虚法 那有一些苦邪外道 都是留头法的 留胡虚的 也有很多 那不同的根性 表现不同的风格 或者爱要独柱的 或者是好要 或者是爱乐独柱 名为无事比丘 阿兰若比丘 阿兰若比丘 阿兰若其实是极尽处 他们住在山林旷野 那总监住 树下修 树下树 或是简弱的草庵 吃的穿的都非常辛苦 不愿与大众共住 他说免得人事凡行 这是标准的所谓的扫事扫业 扫希望诸 甚至不愿意起话 不愿意说法 这类读著比丘 都是自立心中 急于休息参观的 就是想要自己赶快得到解脱 所以叫做自立 自立跟凡夫的自立是不一样的 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个是自私的自立 那这个不是 这个是想要趋向解脱的 此外 或者爱要人间住的 名为人间比丘 所以基本上有两类 一个是人间比丘 一个是阿兰若比丘 阿兰若比丘就是 能够少一次就少一次 那人间比丘不是 人间比丘是 尽量的去人间利益众生 能够多度一个人就多度一个人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大众合而共住 不离生团 那人间比丘都是 就是大家 就是生团共住的 阿兰若比丘基本上就是独住 独行独住 独树是这样 所以他说人间比丘大多住在近郊 就都市旁边 经常游行人间 随眼在人间教化 虽还是一样的精勤修行 但过着集体生活 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 佛教的发展主要是 人间比丘的功德 因为佛法弘扬 如果没有人间比丘 那这些世间人 其实他基本上不懂国法 那大家都在洞窟里面 在森林里面 在山林里面 他如果解脱了 他也解脱了 他也不会出来说法 那他涅槃了 他就带着他的解脱涅槃了 带着他的解脱 就是他的 他的所学习到的入涅槃了 那也可能有人知道 也可能不知道 但是知道的也可能是少数 就两三个几个这样 也不多 甚至少数的供养他的人知道 这个人有解脱 但是他到底因为什么解脱 那他有可能只是教他知道的 这几个人而已 那所以这个就比较是 所谓的阿兰洛比圈 那有一些 有一些辟之狗甚至解脱了 大家也不晓得 他到底怎么解脱的 他甚至没有弟子 所以 这个是人间比丘跟阿兰洛比丘的不一样 那佛法的弘扬 佛教的推广 其实要靠人间比丘 所以他说这个是人间比丘的功德 如世尊常与弟子共住 游行各国 那释迦摩尼佛很明显从解脱后 在菩提寺下成佛后 就没有停过 他首先是想着他要去度谁 那当然先去度吴比丘 后来度三家圣 后来就这样一国到一国 一村到一村 一直到他八十岁 要入涅槃之前 还在度须巴托罗 没有停过 没有停过 这有点像孔子周游列国 一直到处去宣扬他的这样的人道的精神一样 他说 这个佛世尊常与弟子共住 游行各国 教化众生 四人间比丘的榜样 但也曾经独处三月 这个独处三月 阿含经是说两个月 是说两个月坐禅 那么告诉他的弟子讲 这两个月当中 除了送饭的 那不要来找我 只有两件事 他就会跟这些比丘 稍微有交流 一个就是他送饭来 一个就是他要布杀 虽然残修 那布杀送去的时候 他也是要参加的 所以除了这两个 要布杀的时候 要来找他 要送饭的时候来找他 那其他人先都不要来找他 这两个月的时间 要好好的残修 释迦摩尼佛已经成佛了 已经成佛了 你看他还是怎么样 他还是要找时间 让自己 那么好好残修 他两个月残修之后 他在残修之前 就跟这些弟子讲 有的说三个月 有的说两个月 杂涵是说两个月 两个月残修不要来找我 这个就是他要给这些 要给这一些弟子做榜样 就是阿拉若比丘做榜样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大概就只有这么一次记载而已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人间 给人家留学 他给人家的弟子做榜样 其实是这样 因为他的弟子就有两个月 缓了之后他就两个月之后 他就跟这个他的弟子说 出来就说法了 说如果有外道来问 佛头两个月在做禅 那是怎么修 你就告诉他 这个因为他们都叫佛头取禅取禅 你就告诉他 这个佛两个月做禅修阿拉若比丘 其实这个就是给弟子做榜样 因为他教最多的可能就是修阿拉若比丘 并不需要再这样 但是这个阿拉若经里面也有讲 佛法比如说出果 这个杂案里面有说到 魔后巨师问这个舍利弗 他说凡夫要正圣果 要怎么修 就要观五义无我 无常无我 好 那这个凡夫到要正圣果 要观五义无我 正的圣果就出果 断生见了 那就从凡到圣 你只要断生见你就是圣者 那你已经正出果了 你要正恶果要怎么修 你要是观五义无常无我 那从恶果要正三果 还是观五义无常无我 那从三果要正阿罗汉 四果还是观五义无常无我 那正阿罗汉呢 正到阿罗汉照理说 因为凡夫到圣者要断烦恼 重点是要断生见 那从圣者出果 这个是有学 有学到无学 从凡夫到圣者 要修观 要有智慧断这个烦恼 那从出果 从有学到无学 出果 二果 三果是有学 阿罗汉是无学 从有学到无学 也是要断烦恼 断着烦恼比较细 那正阿罗汉照理讲烦恼已经断见了 不用再断修了 那还是这样管 为什么 献法恶助 就是当下身心的寂静 清安 那法喜 那这个佛 佛基本上修安那波那 那么一个就是给这些所谓独柱 这些阿罗汉比丘做榜样 那一个当然也是宪法恶助 依佛法的真意义来说 独注是要离内心烦恼而住 否则怎么样安静的环境 也是妄想散乱 这里阿罗汉经也有 讲到说有一个比丘 叫做明西比丘 他叫做明西间 因为是中阿罗 中阿罗有一部明西间 明西间 这个明西比丘 明西比丘他是 他之前是做佛弟子 做佛的弟子 做佛的弟子 不是啊 做佛的侍者 那这佛的侍者 他有一天 他去脱波回来 路过 他就是路过一个村庄 那这个村庄 那边有一条河 叫做金坯河 这个旁边有一块地 这个地四方平正 而且里面很多森林 那而且还有清泉 清泉小小的流水慢慢流 那天气又不冷又不热 就很清凉 他就很欢喜 他很欢喜就去跟这个佛陀讲 回去就跟佛陀讲 他很想到那里去修行 那因为佛陀教他要努力修行断盘老 他说他去脱波 他本来做佛的事情 去脱波回来 他经过一条河边看到一块地 他就觉得那个地很适合修行 他就跟佛陀说 他想要去那里修行 佛陀就跟他讲 他说 他说你先不要去 你知道我现在旁边没有人 因为他做佛的侍者 只有他 那个时候阿难 阿难是二十五年后才做 二十年后才做侍者 阿难佛要入内反的时候 他说做佛的侍者二十五年 做佛的侍者二十五年 佛说法有四十五年 所以前这十年 是没有人做侍者的 不是没有人 这换了很多人 这个明西也是做过侍者 他想要去修行 然后佛就跟他讲说 你先不要去 我现在旁边没有人 没有侍者 你先住几天 等我有侍者的时候 你要去 你再去 这个明西比丘 他很怕那个地方被人家站走 因为那个地方 就是谁去住 大概就是谁在那里住 大概是这样的 那他当时他也很向往 要去那里住 所以他就跟这个佛陀说 佛陀啊 你已经是修行圆满 不用再修了 可是我还没有 我是需要修行的 我现在 佛陀已经都修行圆满 不用找地方修行也没关系 我是刚刚要修行 刚刚还没得解脱 佛陀已经解脱了 我还没得解脱 那我想要赶快去那个地方 修行得解脱 那这样 那佛陀就跟他讲 我知道 但是我现在旁边没有人 没有侍者 等我有侍者 你再去 这样讲三次 他还是要去 一般都讲三次 那佛陀就 那你就这样讲 你说你要去修行 我也不好阻止你 那你说你要去又勾修行 又去断烦 那我怎么也不好阻止你 那你就去吧 你想去你就去吧 那去了之后 去了之后没有多久 他早上脱完锅 就跟佛陀讲要去了 因为他回来 吃完饭 就跟佛陀说要去了 佛陀欠他 他也是要去 他就去了 去了到了晚上就又回来了 为什么呢 佛陀说 你怎么又回来了 他说 我就去坐了 他就去那边 这个地方好 就是好清凉 好好好安静 就像这样 一般我们都会这样 刚开始就觉得好安静 好清凉 没有事正好 但是坐下来没多久 就开始起烦恼 有时候会这样 就听到这个鸟人声音 什么声音 蚊子咬 什么 开始起烦恼 起烦恼坐坐不住 坐不住 没有到了 那我八卦就回来了 又回来了 佛陀就跟他讲 佛陀就跟他讲说 要修解脱 必须要先修 要让 就说人要修解脱 要先熏洗 就是一些散法 他说要先有五种 五种熏洗 就要求解脱 要心解脱 要熏洗这些解脱的这些善根 他说有五种 一种就是要清净善知识 第二种就是要修学 禁戒 第一个要进善知识 他才能够教你怎么修 你起了反映 你有一些问题 他才能够跟你指导 然后跟你 叫你有修行的次第 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去那边坐下来 要做什么 所以有些人 有些人闭关 根本就不知道 修行的刺激 跟方法 原理 门关起来 干什么 什么都不想 也不对 一直念不拜佛 当然也有人这样 但是重点 你是要得解脱 所以佛就跟他讲 佛就后来就开示他 你要熏洗五种 解脱的善根 第一个就是要清净善知识 第二个就是要 要修习这个 学习 然后持这个境界 持戒 要知道什么不能做 第三个要多文法 要知道 要从三次在里面那边多文法 叫多天法 然后天天人家 解脱者是怎么修的 然后要修什么法 这个你都要知道 第四个才是要 第四个要清净 一心正念 修这个法 第五个就是要智慧 然后关这个无产 顺念 那你必须要先 你要去闭关 或是要去修学之前 你先要培养这个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懂 找到一个地方 你坐下来 你要打坐 就算你让你关东西 你也要知道怎么关 关完了做什么 也不只是关东西而已 修行也不是关东西而已啊 如果单单是关东西 外道也关东西啊 你要知道 所以这些都不知道都不懂 那么这个是没办法修行的 那这个弥西比修后来 这佛陀就跟他讲 讲这样的道理 那另外又跟他讲 修洗了这无法之后 那另外还要再修洗对治法 就是不禁关对治贪啊 慈心对治称啊 出历时对治散乱啊 那就修无参想对治我慢啊 那这样才能趋向解脱 这个是有 这个应该是中阿韩 有一部明西经 讲到要离烦恼而住 要不然怎么安静的环境 也还是妄想散乱 重点是在这里 所以内心没有烦恼 真正的远离 就是远离烦恼 那扎喊里面也有一部这样 他说有一个比修 叫做上座 另外有的时候他叫长老 他的名字叫上座 就是上座比修 那他是一个独住者 自己一个人住 独一进出 他是这样写 我们就顺便看一下 因为现在在探讨 独住的问题 他说有一个上座比修 这个是中阿韩的 这个是中阿韩的 那么长阿韩的 长阿韩的有一个上座比修 上座或是长老 这个男传的叫做长老 比修的叫做上座 有一个比修的名字就是上座 他说这个上座比修 他独一进出 他是独住者 独一进出 我们来看看他这里 赞叹叹独住者 而且他赞叹独住者 独处就是自己一个人 也是独住 他自己独住 他自己独住 哪里赞叹独住的好处 独行起实 独出俱落 去脱波 自己一个人去脱波 那么独还 独还住处 自己一个人去脱波 自己一个人回来 都自己一个人就是了 不跟人家共同 那么独坐禅师 看都是 大概这个上座比修 那弥西比修是 是做佛的士人 然后自己要去一个地方 但是他还没准备来 去一天早上去 晚上就会来 起伴朗了 坐不住了 那现在这个上座比修 是坐得住 而且很乐于这样 好 那到处也跟人家讲 去的时候 遇到人也跟人家讲 赞叹 要独住 那这样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你要知道 比修大部分是共住的 那你叫大家 这些都出来自己住 那这样也是 僧团 因为僧团有一个规矩 有一个运作 那这些年间比修 就是 他就是有两种比修 那佛法基本上 大部分是靠年间比修的 那你如果说 都是 大家都是这种个性的 这种性格的 那生团的运作 就有一点点没办法推动 因为 生团大部分是共住的 你看那个 卓领金色 起源金色 那个都住非常多 然后大家彼此勋讨 互相交界 我不懂得你教我 你不懂得我教你 那我不对的你跟我讲 你不对的我跟你讲 这个叫做互交互介 那这样是增长是很快的 那当然独住有独住的好处 共住有共住的好处 但是如果大家都独住 那也不对 所以因为主要是共住 生团 叫做生是合合纵 你要知道生是合合纵 大家住在一起亲近合合 生是生起的 他是合合共住的 合合共住的团体 合合众团体 是众人一起的 好 那这个上座比丘 因为他独一尽住 他自己住 而且他到处跟人家讲 独住的好处 他就独住 自己一个人七起十 那如果是共住的就不是 就是大家一次定 那照牌 再一起去的 一起回的 那独行也有个危险 发生事情 然后是怎么样 容易有犯人难 命难 命难犯人难 容易有这个 那共住比较不会 其实这样 反正就是各有好处 但是就是共住就比较有时候 容易起烦恼 就是越来越多 这个人怎样 然后就是要互相配合 比较麻烦 那共住就自由 我自己就是一个人 我怎么样 这是规矩是我自己定的 那开始这样 好 那这个因为他这样 那 佛 有比丘就回来跟佛说 说这个上座比丘 独住 然后到处站看 独住的好处 就这样子 当然有一些人 心里面就会觉得 那我是不是要去独住 这个时候 那我就不要在深藏里面住了 我自己自己自己找一个地方自己住 佛就说 那你去把那个比丘请过来 就上座比丘 那个明星比丘是住不住 他自己独住一天就起烦恼了 回来了 但是这个可以 他自己住到很欢喜 他就赞叹独住 我就跟其他比丘说 你什么时候遇见他 你告诉他我在找他 那这个其他比丘 共处的这些比丘看到他 他就看他这样 就比如说大师找你 大师就是佛 他就说佛 大师找你 然后他就 他头盘波就回来了 就去见佛了 那佛就跟他讲 这个也很有意思 佛就跟他讲 我不远非一住 就是说我不是说独住不好 就是说你独住很好 我也不是说独住不好 但是真正的独住 他就跟他讲 他说然更有甚好一住 就是真正的独住 那么是什么 更好的独住是什么 他说心不犹豫 以舍幽悔 敌诸有爱 群聚死断 这个才是真独住 他在跟他讲 真正的独住 不是自己一个人住 这个只是表面上的独住 他说真正的独住 佛说我不远非一住 就是说我并不是讲独住不好 我并不是叫你不要独住 不是 因为他现在住 已经住的很关系 像大家舍也是这样 年纪大了 佛跟他讲 加舍啊你年纪大了 你回来生团 加舍不要 我就习惯了 我这样做 这个佛头跟他讲 他说我不远非一住 我不是说独住不好 我也不是叫你不要独住 我们来看这一部经理不错 在讲这个独住的问题 因为老师这里有讲 是内心离烦恼而住 否则怎么安静的环境 也是妄想犯乱 但是刚好 明西津 中海也不明西津 杂亚有一个上座的 这两个刚好来解释这个 他说我不远非一住 难更有圣妙一住 一住就是独住 他是一住者 独住者 独住就是这样 我不远非一住 难更有圣妙一住 他说什么呢 他写的很长 我只是大概举重点讲而已 心不由一 什么叫圣妙一住 心不由一 对于道理很清楚明白 对于四弟没有华语 心不由一 以舍悠悔 重点独住目的是要断盘 有些人独住自己一个人住 像现在有很多也是这样 很多出家人都自己一个人住 自己一个人住 重点是不要人家管 从商自由 不要人家管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用配合人家 可是重点 这样有时候会增长烦恼 因为你的习惯性就是不好的话 你没有人跟你讲你错 或是你不好 但没有人在旁边约束你 你比较会放逆 而且会放纵 比较会 所以他也 但是大部分的人独住是 不喜欢人家管 可是他也没有能力克制自己 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 那佛头是赞叹共住的 在僧团里面和尔共住 大众需休息神经 这个是比较好的 他说真正的 真正的独住是 心不犹豫 以舍优惟 然后离珠有爱 群聚十段 离珠有爱 这个有就是 有爱 这个欲有色有无色有 欲界的烦恼 色界的烦恼 无色界的烦恼 就贪爱 就是这个 这个三界的贪爱 欲贪 热贪 无色贪 群聚十段 群聚就是共住 这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 死是烦恼 其实就是烦恼 一群烦恼聚在一起 那你真正就是离烦恼而住 这个群聚十段 就是把烦恼断建 这个就是离烦恼而住 烦恼不是一个单独 烦恼来都一起来 群聚十就是烦恼 就是离烦恼住 所以他这里讲 内心离烦恼而住 其实就是这个 所以他后面讲 吸应于一切 真一住者 真正一住者 后来有一个 真一住者 吸应于一切 这是 智慧了解一切 吸应于一切 吸租知世间 吸知知世间 不着一切法 吸灵一切爱 这个在讲 这个独住 所以他这里说 依佛法的真实意义来说 真意义来说 独住是要内心离烦恼而住 否则怎么样安静的环境 也是妄想散乱 反之如心地安静解脱 独住也得 大众住而人间油坏也得 但在学者的根性偏好中 显出一大类的不同 这也近于独觉与声闻的不同风格 在底下看 或是随性行 或是随法行 现在讲解脱道 三圣共法 三圣共法 这解脱道里面 一样是趋向解脱 但也有这两类 人间比修其事 是比较偏向菩萨 他说这又是两大类的根性不同 随性跟随法行 前面是独住跟人间住 阿兰若比修跟人间比修 这里是随性的 随性行跟随法行 他说这两类是通于在家出家 前面大部分是沙门出家为主的 就是人间跟阿兰若 都是以出家为主 这个是通在家出家 随性跟随法 佛地址里面 出家的里面 有人间比修跟阿兰若比修 出家在家 整个来说 有所谓随性跟随法行 在声闻地址中 或是随性行的 这个是顿根 或是随法行的 这个是利根 他说信与智为学佛者 所不可缺少的功能 一个是最初 一个是最后 到了最后 其实两个都一样 就是偏重 大师律里面讲 性为能入 智为能度 就是佛法大海 性为能入 智为能度 所以这两个是学佛者 所不可欠缺的 有性又有志 是佛法与外道的最大差别 佛法与外道的差别在于智慧 那外道基本上 比较偏重于所谓的这个信心 强调的是信心 那比较不强调智慧 那他们也不是没有智慧 他们的智慧就是 相信神说的就是智慧 像那个印度有一些外道 他说什么是智慧呢 就是你祭祀的时候 他用鸟来祭祀 后来举行祭祀完 举行祭祀疑典的时候 把这条鸟放走 他看鸟往哪边走 那你知道 你能够知道鸟往哪边走 就是会代表 他是几 他是凶 这个就叫智慧 能够知道废陀 废陀金的遗鬼 怎么送 怎么送 怎么弄 这个就叫智慧 祭祀要怎么用 这个就是智慧 所以他们认为的智慧 跟佛法讲的智慧不太一样 甚至外道都会认为 你能够背诵经典 这个就是智慧 你能够相信神 能够来接近神 能够来皈依神 这个就是智慧 可是佛法的智慧不是这样 佛法即使你来信佛 都不一定有智慧 那只是有信而已 还没有智慧 真的智慧是你要理解佛说的 而且要正道佛所正的 要跟佛一样 其他的宗教很少会跟他的神一样 没有办法 你能够完全相信神 毫无疑问的相信神 那个就是智慧 佛法不是 佛法是你必须 你必须跟佛一样 甚至你有 佛法的智慧主要在 所谓的无漏智 就是无漏慧 那无漏慧 佛法即使你就是说 你能够有断除烦恼的能力 有不起烦恼的能力 有了解一切事物真相的能力 那一切事物 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 无常的 无我的 你有了解这样的能力 那个叫智慧 而不只是你完全相信佛 不是这样 因为你的信 有可能是没有智慧的 你只是盲信 甚至有一些是迷信 有一些是解信 那真正的信是正信 因为你正到佛所正的 而完全相信 那么这个才是真的智慧 好 所以他这里讲 有信又有智 是佛法与外道的最大差别 那很多外道都是强调信而已 那有些强调智 但是他们的智又不太一样 像奇纳教也是强调智慧 不过他们的智慧 跟佛法的智慧又不太一样 佛法的智慧其实就是 像印度教 那废头肩 他所谓的智慧就是 你能够见到真我 见到那个犯我 那个就是智慧 佛法的智慧是 你能够正到无我 见到无我 那个才是智慧 不一样 所以什么智慧 其实讲的不太一样 但是这一些大部分的宗教 都是强调信而已 所以导师底下用基督教等 特别是基督教 天主教这些他是强调 基督教强调我就是真理 神就是真理 神说的话就是真理 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 他这里讲信是情义的 智是理性的 所以一般人家讲知情义知情义 学佛要使这两者 就是信跟智 平衡进展到融合 融合就是信跟智 信智一流 信智一流 信完全的信 是因为智 那么智也是由信而来 就完全信 因为无慧之信增长于痴 无信之慧增长产趋 这一般来讲 这里 这里讲到 这个 这个是大波涅槃经说的话 我们把它的原文写出来 大波涅槃经里面 大波涅槃经里面提到 他说若有智慧 若人信心无有智慧 事人则能珍赏无名 事人则能珍赏无名 若有智慧无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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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人则能珍赏无名 事人则能珍赏协欠 事人则能珍赏协欠 后来 大波涅槃经是这么说 这个是导师以为这个是 类似大比伯沙论里面的 无慧之信增长 无慧之信增长于痴 无信之慧增长产趋 这个是大比伯沙论的 大比伯沙论的 无慧之信增长于痴 其实一样 无性智慧的增长长区 产区 产区主要就是写见 就是说你所见的跟事实不符 一般我们讲 产区之道与道相违 产区之心你道相违是说表理故意 那这里讲的就是 你所认知的跟事实其实是不一样 你没有不相信 你虽然这个会是四字变中而已 那这个是大波涅盘经里面的 那后来我们基本上 都是习惯这样讲 有自无性增长邪见 因为那个会员大师 不是无常的会员 是静影室的会员 他就根据这样 讲说有自无性增长邪见 有自无性增长邪见 有性无知增长无名 后来也就讲增长迪迟 就习惯上这样讲 就变成这里有自无性 这个会员 静影室的会员 静影室的会员 是水草的 不是卢山的会员 静影室的会员 他就依据这个 然后讲有自无性增长邪见 一般我们习惯就这么说 有自无性增长邪见 有性无知增长无名 或是增长迪迟 因为有一些学者 有一些学者他也研究佛法 不过他并不一定 他认知佛法很多道理 他不一定学佛 并不一定要向解脱 并没有 这个也是很重要 有一些人相信佛法 归一三宝 有一些学了很久 他也不一定要归一 他也不一定认为有解脱 有一些是他认为有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解脱 他就只知道念佛拜佛持终 他也不知道怎么解脱 那这个认为 就是要念佛拜佛 那就能够解脱了 这个也是 就是没有智慧的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佛法说性自一如 性跟自都要平衡 你可以偏性偏自没关系 但能够偏重 但不要偏废 可以偏重但不要偏废 就是没有那个 但在学者的根性来说 是有学者就是学习的人 不是现在我们讲研究学问的人 叫学者不是 就是学习修行的人来讲 就佛弟子来讲 那么有的是重性 从信心路 有的以一切以性为前提而进修 有的是重自的 一切以自为前提而进修 那么重性的就是 他不喜欢研究太多 你告诉我怎么修 我照着修就好了 那你不要跟我讲很多道理 很多什么 他没办法 你就告诉我怎么修 我就照着你这样修就对了 有的是 有的是你不要告诉我要怎么修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东西 你不愿意说 我像很多人就 一般人会读什么经最好 你告诉我我就去读 那有些不 我说你要去 你要练佛啊 为什么要练佛 念佛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 你会跟我讲清楚我才要念 你叫我念佛说好就好 不是啊 那我念耶稣基督也好啊 念阿拉也好啊 念圣母玛利亚也好啊 那为什么要念佛 你会跟我说清楚啊 那原理是什么 你不能只跟我讲方法 那你要跟我讲原理啊 为什么这么做有这个效果 那像有些人说 这个 举个例啊 那有些人说这个佛陀 又写出身 从无论无人的又写出身 有些人就信啊 有些人说有可能吗 那要 他会问清楚这样有可能吗 为什么又写出身 那又写怎么出身 他问清楚啊 不然他不信啊 那有些人说这个是 我说的这个是经典记载的就信了 有些人说这个在佛险供一杯水 那这个实体里面的轨道众生 都不会有及格 为什么 原理是什么 那有些人就信啊 信了就每天就佛险供一杯水啊 他就信了嘛 那所以这个是不一样 但是信心人跟法型人 各位有缺点 那信心人就是 但是他如果遇到的都是正见的 正确的 那么他就照着正确理之后 他也会得到效用 就像暴露一样 跟你暴露了 你暴露你就信了 你就照他讲一讲 那个人也暴露的是真的 他讲的是确实的 那你就照他的露 也一个走到目的地 是可以的 到最后言或者之后也会言 但如果万一那个人跟你暴错 那你又不会分辨 那明明南部就要往下 他跟你报北上 你也信 你也往上一直走 那你就越 就是信心人 只要一开始接触是错的 他也很相信 而且认为一切来跟他讲错的 都是考验 魔考 所以他要经得起魔考 你看他没办法回头啊 很麻烦 因为他信心十足啊 外道信心也十足啊 那些苦行外道久死不悔啊 人家跟他讲这样可以解脱 然后他就这样做 印度有一个举一只手 假如举左手的样子 不要举右手举左手忘记了 44年没有放下来 当他死的时候 人家都崇拜他 认为他是师父神的化身 没有放下来过 那有些没办法放下来 要绑着 因为他没办法一直挤那么久 到这个都萎缩啊 而且都会弄掉 那有些苦行很离谱的 有些吃大便的 那有些浸在水里面 有些浸在 有些用火烤一大堆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相信啊 相信这样可以解脱啊 像很多厌贡猛贡 原因是什么 你不管啊 他认为这样做的 那么鬼神欢喜 他就会示福报给你 你供养这些鬼神嘛 人供母供养 就是佛菩萨 那有的时候说 你用烟来供养佛菩萨 佛菩萨要吸烟吗 佛菩萨不要吸烟啊 那有些杀生去供养天脸 天脸吃这个吗 佛头就有讲啊 他们说你这个杀生既是 既是这个神 神很欢喜 他就会把福报给你 佛头就跟他们讲 天脸都不吃这种东西啊 天脸失一得一失实得死 他吃不用你给他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算你给他的 他也不吃 他不吃你这种东西啊 他吃得很好 他就举个例子 就好像国王 国王还要乞丐给他东西吃啊 不需要啊 那也不吃这些啊 但是我们一般人只相信啊 就跟你讲说 这个有功德你就做啦 那你要问他为什么有功德 功德在哪里 我们的功德是天脸给的吗 那不然为什么天脸给给我们功德 所以信心忍 他也有好处就是 他只要对了他一直做 他也不管他就一直做一直做 所以这条路报了你就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底就是了 那万一他报错了呢 那万一产生变化了呢 这条路万一在修路了 你没有路其他路可以走啊 你就只扔一条路啊 你不知道原理啊 那法型人不是 法型人是会研究清全 还有怎么路 还有怎样怎样 先弄清楚 吃奶就饭味 弄清楚了 就算人家跟他报错 他也会知道 但是他等他弄清楚再走 有时候已经很晚了 有时候来不及了 也很难受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研究清楚不知道 所以人家那个信心已经走到一半了 他都还在研究 有可能这样 但是他一研究就对 他就不会 不容易退 不容易退不容易转 但是他潜性比较慢 所以他都有好有坏 但是这两个都可以能解决 如果他有坏证券的话 性行人 所以成就要得士不坏性 法型人 成就要得法眼镜 那这个都是证出国 士不坏性或士不坏性 他是从佛法身界 他都可以重返入圣 性行人法型人都可以 所以他讲 有的重自的 一切以自为前提 有的重信的 一切以信为前提 所以 这个只要是像以前 以前讲经 这个是不是佛说的 只要是佛说的 就多信 那问题是不是佛说的 大藏经里面的就是佛说的 可是现在看好像也不是这样 第一个 不是大藏经里面的都是佛法 不是喔 大藏经 现在的大藏经里面 也有外道的 经期指论就是有玄像 瓦斯也有翻两本 一本是圣论的 一本是术论的 也翻在里面 也收到大藏经里面 那你不能说那两个是佛教的 那有一些是 外道的 他也编进来的 有一些佛法也参的 有一些是事先心坎的 随身是俗人说的 反正这个你都要分清楚 但是有以前就是 这个是大藏经 第几列 第七本里面讲的 所以看这个佛法 念这个咒可以治什么病 念那个咒可以治什么病 你放开也可以看 你看大藏经讲的 所以是佛说的 那一定不能华语 那这个就是信心了 可是这个往往很多是错的 往往很多是错的 那法刑人研究来研究去 研究来研究去 也有可能研究到最后 他什么都不信 那也很麻烦 所以这种不能偏 不能偏 要有信有赐 他说虽然究竟的目标一致 但下手时信一致 不免偏重 形成了佛弟子的两大类 不过信心人偏多 信心人偏多 信心是由于一向惯喜而造成特性的意思 他说随性行这个行 或随法行这个行 他说是特性 好像贪行称行 就是有贪特性重的人 称特性重的人 慢特性重的人 所以随性行是个性惯喜 一切随信心而转 反正我看你有修行 你说的我就信了 所以那些苦行很色瘦的 他做到人家做不到的 你就信了 他有一种是什么呢 他会讲你 你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 像有一些算命的 或是有一些小鳞同鬼通 他就会用这种 哎呀 你在几岁的时候 三十岁的时候 曾经损失过很多钱 你在二十岁的时候 有过一场车祸 这个他也知道 你就信了 我会用这种 那现在这种 很容易被骗 你要知道鬼有鬼通 有些他只是知其兰 不知其所谓 这样你就信了 所以后面 他只要讲两个 讲三个 甚至讲一个 后面他讲不对的 你也都信了 那这个是很常见的 我思念很常见的 佛教主其实 不是这样子 因为很多就是 他会弄一些 比较 比如说 人家不知道 所以有些算命的 喜欢算命也是这样 他会抓一些 好像 有一些算命的是 他会看状况 有一些是 有小鬼在旁边跟他说的 很少是自己有神通的那种 很少 自己有神通也不会出来算 那不容易 所以 所以这种 有时候 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 然后 前面两个 对了 后面他就全部都信了 可是 即使前面两个对 后面的也不一定对啊 就像不以人废言 不以言废人 不因为这个人好 所以他说的话都是对的 不因为这个人聪明 所以他说的话都是有道理的 不因为这个人坏 所以他说的话都是不对 也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那也不因为他有讲 是佛说的 所以都是对的 不一定是佛说的 也说不一定 所以他说 这类更新 就随性行 这种更新 遇到了佛法 师长叫他怎么做 去做就得了 那师长叫他怎么做 他就做 他也不会怀疑 也不会问 那这种人很好教 如果他的师长是对的 那么他就很容易成就 那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杨洁摩罗 杨洁摩罗 为什么那么惨 因为他相信他师长的话 他的师长告诉他 你要修解脱当 你必须先 你必须先准备解脱的工具 解脱工具是什么 就一条人骨念珠 你必须要先有人骨念珠 要串 他说要一千个 要杀一千个人 要取一千个人的小子的人骨 然后来串成一条念珠 那么以那一条念珠 然后来修解脱 他就信了 那信了怎么样 就去杀人 那如果是我们 我们要不要说 他这个师父很越修行 像密教的很多都是强调 不管上师叫你做什么 你都要做 叫你去死 你要去死 完全相信 可是 当然 当然 那个上师如果是对的 那么 他当然不会 叫你做错的事 比如说 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米勒日巴的故事很有名 他是跟马尔巴的样子 所以米勒日巴 他的师父叫他盖房子 从这里搬石头到那个山顶盖 盖还没完就让他拆掉 又搬到那边盖 盖完了又让他拆掉 我们看起来没有意义 你要盖房子 你要住 盖好了 你为什么要拆掉 拆掉了又盖 盖了又拆 看起来是土老人工 没有意义 可是 因为他过去修黑法 杀了很多人 所以要消他 要让他磨掉 要除掉他的障碍 但是他也没有问太多 上次叫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那这种基本上 都是比较强调性的 就是我相信我的师父 但是问题是 你的师父管理像 央掘摩罗的师父那样 所以佛法里面 有时候也不能偏信 央掘摩罗就是完全像那师父 所以后来烧了烧了很多 他还会遇到佛头 如果没有遇到佛头 他还不 现在还在地狱里面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 就是你不能偏 不能偏 也不能完全没有智慧 所以有性无痴 就是增长 增长无女 他这里讲的是增长 有性无事增长于此 所以他讲这个信心人 师长教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他也没问太多 也没想太多 也不管太多 他不想追求 所以他只要知道怎么做 他不用知道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怎么说就怎么做 怎么信怎么行 这类更新 切勿给他详细开示 说多了不但不敢需要 反而浮屠起来 讲多了他反而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 就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祭司 他有一天问我 他说 他说我已经受菩萨戒了 可是 那 一般人家初二十六 或初一十五都会拜仁靠 还要拜那个神 他说 那现在我还要不要拜 我已经受菩萨戒了 我已经归一三宝了 照理讲应该不要拜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习俗 你不拜 因为他是人家的媳妇 他是人家的媳妇 他说 那我要不要拜 我说那你可以不用拜 可是如果我不拜 我的婆婆 我婆婆她会念 那万一小孩子 或家里有一些不平安好 她就会讲 你看 都是因为你不拜 她怪我 那我要怎么办 对不对 有时候你举人家的媳妇 因为婆婆都是比较信的 你归一三宝 他又没有归一三宝 你信我他又不信佛 你现在不拜 那你要保证你一家都平安无死 那你要有事 他一定怪说 那你看你不拜神 你不拜 你一TK 你不信 现在你看你又被念到错头 那你要怎么办 那我就跟他讲说 原则上 原则上 是可以不用拜的 但是因为你婆婆需要 不是她需要拜 是她认为要拜 那你如果不拜 他会怪你 他会怪你 而且你要保证你家里没事 那你会担忧 所以你不拜 你会从初一担忧到十五 十五又不拜 又从十五担忧到初一 你要保证这期间都没事 那一有事 你就被他念到不行 他会一直怪你 你会很内疚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拜 他就说 那 那拜 那拜 是不是一定 他们拜都拜婚的 那我说你可以拜祖的 他应该不会怪你 拜婚的就不行 就不要了 因为有照 你单单拜 因为你就当做 我说你拜的时候 就当做在拜观音菩萨 你虽然是摆在那个门口 但是你就当做在拜观音菩萨就好了 你不是在拜这些神的 但是你的菩萨 你的婆婆会认为你是在拜神 可是你的心里面这些事 要购买观音菩萨的 这样就好了 我说 我就跟他讲原则 就是说 因为是你婆婆 认为要需要 所以假设 假设你婆婆 认为一定要 那你就拜 假设你婆婆认为不拜 你就不拜 看他没有讲什么 那你就不用拜 那你婆婆认为你不拜了 他一直念你 你会讲你 那你就拜 那你拜的时候 就当做在拜观音菩萨 这样讲也没什么 就很简单 就原理上 可以拜可以不拜 可以拜可以不拜 拜是因为你婆婆她挂爱 那你也挂爱 那不拜是因为你婆婆不挂爱 你也不挂爱 那就不拜 那原理讲得很清楚了 然后最后他听我讲了这么多 他问我一句话 那我到底是要拜还是不要拜 又回到原点 又回到原点 你跟他讲很多道理 你跟他讲很多道理 就讲原理 所以他听了很久 五三三一 他听了听 我觉得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你就照这样去做 你拜跟不拜都没关系 都可以 但是他最后 我讲了很多 很久之后 他只跟我问你去 那我信价到底是要拜还是不要拜 我就想说 这个是信心人 这个没办法 就跟他讲 你就拜 你就拜了 你回去就拜了 那你当做拜观音菩萨 这样知道 知道知道 然后回去他拜了 你看这种话 我就发现到 这真的是 有时候一人 你跟他讲道理 他 你一眼回去 他反而复杂 你就告诉他怎么做就好了 所以他说说多了 不但不敢需要 你这类更新武 给他详细开始 说多了不敢需要 反而糊涂 你看我就讲拜跟不拜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我也不复杂啊 就很清楚啊 但是他反而糊涂了 一下子叫我不要拜 一下子叫我要拜 那我到底是要拜不要拜 所以 你们这样听清楚啊 清楚啊对不对 那听不清楚啊 到最后我一听 我就知道 哦 这个是信心人 没办法 后来我就不跟他讲 不跟他讲 原理是什么 假设怎么样 假设怎样 没有 我说假设 你就拜 那你回去的时候 拜的时候 你去的是大观音菩萨 这样就好了 不用讲那么多了 真是可使由之 不可使之之 就是你叫他怎么做 那也不用跟他讲得太详细 但是这两句话 这是伦理太伯篇的 这两句话 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 伦理太伯篇 你要知道文化大革命 就是抓这句话 说批评这个孔子 就是抓这句话 民可使流车 他认为孔子就是愚民政策 就是愚弄老百姓 就是 这百姓 老百姓 只能教他怎么做 不要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愚民政策 所以后来就批孔 他不叫做孔夫子 他叫做孔老二 因为孔子还有一个哥哥 同屋一门的哥哥 所以他就直接当他孔老二 所以孔老二 愚民政策 就是后来就批读孔子 那民可使流车 后来解释这句话 很多种解释法 那当然你要解释 但是也可以从好的方面解释 也可以从不好的方面解释 那一般来讲 也有好几种解释法 断句 一般是民可使流车 不可使滋滋 之前就不一样 这样就不一样 还有民可使流车 不可使滋滋 民可 这个人是可以教化的 那么就告诉他怎么做 他不愿意这样做 那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类似像这样的 那有很多种解释法 那一般来讲就是 民可使流车 不可使滋滋 那以前的人解释说 有时候百姓不用跟他讲太多 告诉他怎么做就好 因为有一些道理不容易 很深奥不容易知道 就是很深奥的道理 不用讲太多了 有些是这么解释的 那一般来讲是说 也可以这么说 这个人民是可以教化的 那么就顺着正道 那么告诉他怎么做 那么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 不愿意顺着这个正道去做 那么必须要让他清楚明白 不这样做的后果 这样做的好处 那他已经知道了 你就不用跟他讲太多了 他已经知道 你不用跟他讲太多 那就好像说 你已经知道 学佛的好处了 叫他要怎么修就好 那他也不知道 要跟他解释 什么是佛 什么是法 什么是生 那为什么要学佛 为什么要皈依 那就是你已经知道 皈依的好处了 那你就不用跟他讲 太多皈依的道理了 你只要跟他皈依就好了 可是他不知道 那你必须要跟他讲 什么叫皈依 为什么要皈依 要跟他讲清楚 然后再让他皈依 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就是 民可使优之 不可使之之 那这样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那如果是民可使优之 百姓 有些把他解释到 现在共产党就把他解释到不好去 早期 那现在没有 现在他们有恢复文化传统 那这个人民 百姓不用让他知道太多 那么只要叫他怎么做就好了 那哪里是这样解释 不是这样解释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现在这里是在讲 这个性行人跟法行人 那主要是清静善知识 依师长教授而修学 简单直解 提起辨行 从修学的经验中 见长智慧 这个是性行人 慢慢学慢慢学 他又慢慢会长智慧的 他不是一直是性的 没有 那见见见见 他也清楚也明白了 了解了 烦恼见语 像这个密教里面的四家型 其实是比较属于这个 你不用问太多 你就是先把四家型做好 大礼拜 那这个共慢党 玩这些吃重 你先念多少遍 百字明十万遍 大礼拜十万遍 先念做完再讲 那你做完之后 你渐渐烦恼服 服下来 心定 再学习佛法 就有智慧 其实是这样 但是你如果误认为 这个持重 这个礼拜就是修行 其实不是 它只是家型而已 所以叫四家型 是勤方便而已 它不就是修行 它不就是解脱 你就是这样就可以得解脱 不是的 你认为那十万遍 那我念一百万遍 我就可以解脱了 没有 不是这样子的 解脱一定要智慧 智慧一定要观五运五我 那这个一定要知道 好 那法型人就不一样了 他是一向惯于理性 凡事都要讲到 知其来还要知其所以来 这个以前我们读书中 有一个吴友先生 陶一鸣 吴友先生好读书不求圣洁 他读了很多书 他们都没有仔细去了解他代表 只是读书 学佛不可以这样 好读书 还要求圣洁 所以 先要追求所以 所以打破沙盆问到底 那这个陈寅心理是打破沙锅问到底 他原来不是这个问 沙盆沙锅都可以 一般我们是说打破沙锅问到底 但不是这个问 这个问是借他的音而已 他是这个问 这个问的意思是说 淘气 淘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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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些这一些气 以前人的锅子盆 锅碗瓢盆都是用淘池 或是淘池 淘池 或是淘池做的气 那一旦裂的话 他会从底部裂 一直裂 所以如果你 比如说你这个是盆子 你这个是淘盆 他一旦裂掉 他一定会裂到底下 会裂到底下 所以用这个来讲 打破沙 打破的沙锅 他会裂到底 他会裂 底下有裂痕 会从底部开始裂 裂开 就是你那边 他不会只裂上面 他会整个底下 因为他是整个人 所以他就裂到底 后来就变成是追根就底的意思 追根就底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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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个人讲这个底 一般文的追根就底 是树木的根 那打破沙锅问到底 后来就变成打破沙锅问到底 他只是这个字音 他说这个也是问 应该是这个字 借这个音而已 那后来我们就变成打破沙锅问到底 还问沙锅在哪里 我以前就 大家都这样念的 到底有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沙锅 打破沙锅问到底 是要问什么 不是 不是这个 还要问沙锅在哪里 又是什么意思 我那时候也想不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话 那其实不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他说 听了师长的教导 再加上自己的观察推久 参政经论 不是你教的我就信 我也不是信 也不是不信 但是我总要信 总要有让我信的理由 其实是这样 像我们学佛 并不是大家都说佛好 我们就信 是啊 我们看了很多宗教研究 比较之后才知道佛法真的好 我们才信的 信了后才出家的 不是说出家好 我们就出家 没有啊 不是啊 所以有了深刻的理解 这才深信不语 精进修学 这类的根基是立根 因为法行人更有引导人进修的能力 因为他会解释 他会分析 他会告诉你原理道理 他会解决你的疑惑 那信心有没有 他给你信心有利 你看 他会以自己为例子 你看我就是 我就是吃这个好的 你看很多人都吃这个好的 我有癌症 我也吃这个好 所以你吃这个也会好 你有癌症吃这个好 我有癌症吃这个好 我有癌症吃这个不一定会好 但是他就是这种信心 你看我念佛 以后来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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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念佛可以这样 我念佛不一定会这样的 但是法行人不是这样 他会告诉你 你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现在要用怎么样 只可以怎样跟怎样 你适合做什么 类似像这样 可是信心人他 因为他有信心 但是他比较 比较有时候 不会讲道理 不懂道理 不懂道理 但是信心人这样修 修到最后 成就的时候也懂道理 也懂 他也不是不懂 他说这两类根性都是信字不理的 也不能只有信没有字 也不能只有字没有信 你也不能只是一直分析 一直归纳 到最后你也不信 说当不免偏重 但是不能偏废 那不但初学的如此 就是正的果 也还是个性不同 正果的当然也一样 你像神域佛 他是很标准的性行人 法行人 周历盘头姐是性行人 是比较偏信 所以他也不太会说 即使正阿的话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但是他虽然有字 但是他还是那种习惯性 习惯性 就展现神通 他告诉你 让你升起信心 说一副种种性 同修初离心 上面说到 发初离心的 有声闻 圆觉 菩萨 有在家 有出家 有独住的 人间住的 有性行人 法行人 就是要解脱的 分 大概这么分 虽然有这种种不同的根性 表现的风格不同 只要他真能发起初离心 就同样能修初离心 到达解脱生死的目的 在家也可以解脱 都可以的 一般人总以自己的个性 自己的偏好去很了明切 而不知学佛 是有不同类型 所以在佛陀的那个时代 其实根基也是很多种差别 佛陀还是随个人的根基 应基说法 所以叫应基说法 所以佛法最重要要 契理契基 契理就是要有智慧 契基要随着他的根基 而教导他 就是要有佛法的道理 要随着不同的根基 有些种性 有些种什么 种质的 法型人 性型人不一样 他说 这才因为大家 就是学佛的人不知道 不知道其实众生根基 是不一样的 随着自己的偏好 衡量一切 所以才怎么样 才把重性的 这个重性的 他自己重性 他就把研究法律的法型人 看作不修行 他说他说死属保 这里面讲 说死属保 这是画饼 画饼不能充饥 他认为研究佛法的 读书的 像我们读佛学院的 很多人都会讲 那个都是研究学问的 他就会讲 那我们是实修的 那什么叫实修 就好像说你研究学问 不是修行一样 你研究佛法不是修行 那什么是修行 念佛 持见 持坐 持见 拜佛 打坐 这个才叫做修行 那个懂道理的 不叫修行 那你不懂道理 你在修什么行 但是大部分的人会认为 那些是研究 那些是做学问的 那我们是实修的 常常有这样分裂 所以很多人说 运春导师 那那个是学问生 那我们叫实修 所以什么叫做实修 修行是要什么 要断烦恼 那你都不晓得怎么断烦恼 就好像前面讲的 独柱 什么叫独柱 不跟烦恼共柱 叫做独柱 那你自然自己一个人住 那你都起烦恼 那那也不叫做独柱 那是假独柱 不是真独柱 那你真实修 直修是什么 修行就是什么 勤修戒定会 洗面贪真痴 戒只能扶住烦恼 戒只能防非止恶 就是控制烦恼 戒只能调服烦恼 慧才能断除烦恼 慧是什么 你真正能够断除烦恼 才叫做实修 可是 什么是慧 文思修就是慧啊 那正就是断 正慧就是断除烦恼 你没有慧 你根本不可能断除烦恼 你就是持戒亲戚 修禅修到非想非非想 四禅八定你都有 有五神通 有四禅八定 持戒亲戚也不能得解脱 反而是那个还有贪嗔痴的 正出国他还有贪嗔痴 可是他有慧 他有无肉慧 他也不一定有定 那个慧解脱的也不一定有定 但是他可以正果 他一定可以得解脱 所以什么叫实修 怎么样对着这个烦恼你要清楚 那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 那读书 不是修行 讀书不是修行 道理不是修行 那个是研究的 那个叫做说死俗保 但是这个是 所以早期应孙老师很多人批评他 没有修行 为什么 因为有些有禅修 有 廣心老的上 念佛有神通 廣心老的上是有修行 他是有智慧的 但是他比较没有办法 把那么多道理说出来 但是他真的是有智慧 那他会认为 这个有神通的 才叫做修行 有神通不一定是修行 从佛法来讲 五神通 五神通 剁三六道的多的是 那些苦行外道 那些认为 初禅是初果 二禅是恶果 那么这个空无边 四无边 是涅槃的 到最后发现不是 还不是起了邪见 还不是斗三二道 所以你这一些 如果有智慧的人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前行 他不会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也不会错认灭盘 错认解脱 不会 为什么 他在研究出过了 他知道 这个不是 也不会把见到真我 当成解脱 对 印度教基本上有一些是这样的 明心见心 明的是真心 见的是真心 见的是自心 不对啊 明心见心 明的是虚 知道这个心是什么 虚妄心啊 生命无常的 无我的 见的信是见无自信啊 还不一样啊 那你不清楚 你有可能 你修的 你以为在修佛法 其实不是 像现在很多佛教读的意思 以为在修佛教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那这个其实就是 他因为没有研究 就好像在捷摩罗 人家跟他讲 杀人 用杀人可以解冬 他也去杀人啊 那印度那些 印度那一些伯伦们 人家告诉他 杀牛杀羊 去祭司天神 可以得福报 他也认为可以啊 但佛头讲啊 不但不能得福报 还增罪业 不但不能得福报 还增长罪业 造作杀业 你看 多阴亡啊 花了钱要得福报 结果没有得福报 还增长罪业 花钱买罪啊 不是花钱消灾啊 你看 不是花钱增乎啊 买福报啊 没有啊 當然也买不到 但是他就认为 还花钱 消不了灾 增不了福 还增长罪业 增长愚痴 你看 多花不染 可是这个就是没有智慧来的啊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是有一类的 重信 他自己重信 他有一些宗教体验 有一些感应 其实修行都有感应 不只是佛教徒而已 基督教徒 五回教徒 来自以信妈祖的 信季公的 信三太祖的 我告诉你 都有感应 很多有感应的 那你不能把感应当成就是什么 就是修行啊 所以 重信的把 专就法律的法行人 看作不修行 自己才是一个人 这个我也见过很多 他一听说 你读佛学院 就说 哎呀 你做学问的 这种气势 这种气势 就是不懂 不懂 所以现在有很多 号称修行的 实修的团体 禁止看应证导师的书 所以这个是冤枉 真的 標榜慈戒的 標榜修奠的 这些很多都禁止看应证导师的书 不知道怎么讲才好 那么重视慧解的 把重信者的信心者 看成蠻修行人 强调学问的 有些强调学问的 会把这个就是 重信 信心人 说他盲修修修 一个就是说指数拔 一个就是盲修修修修 其实他是 他只是暂时的根基 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信受太多 他是 你要先看他修什么 要看他的根基 你不能说他这样修 还不懂道理 你就是盲修修修 不对啊 所以 但也有可能盲修修修修 但是他老师指导 就是他第一步先这样 就像说你修禅店 那第一个先叫你关呼吸 那不是只有关呼吸 等到你先安定的时候 第二步再叫你关无常 你不能说没有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没有办法解脱 我知道没办法解脱 但是第一步是这样 他一步一步教 那你不能夠說 這樣都不是 所以也不能夠把性行者 看成都是盲修家裡 不能的 不能夠把法行者看成都是學問生 不修行的 縮實俗保 這樣就是錯誤 結果就是你不了解 這世間的各式各樣的根基 各式各樣的人 要棄基 要棄理 如果只棄基不棄理 棄基一般來講 棄理不棄基 忠是賢言云 棄基不棄理 等堂云摩說 就不是佛說 不是 因為你棄理 你講的都是道理 但是他這種是信心 你跟他講那麼道理 他根本就不會修 他也不知道怎麼修 那有什麼用 有講 等於沒講 所以棄理不棄基 忠是賢言云 跟講賢話一樣 講完了他也忘了 因為他也不知道怎麼做 你講完了 他到最後也不知道怎麼做 他還是不清楚 所以你倒不如不用跟他講太多 跟他講什麼 一開始第一步 第二步 順著他的根基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叫他這樣做就好 那個叫棄基 為了要棄基 但是如果棄基不棄理 如果你只是棄他的根基 他喜歡什麼 他為什麼 你叫他做什麼 可是沒有向解脫 沒有引導他向解脫 那等同於外道 外道最後也是不能解脫 他一樣有成就 他一樣樂在其中 可是等同於外道 因為他沒有辦法趨向無我 沒有趨向解脫 不棄理 不棄理就是最終沒有關無產無我 沒有斷生間 他沒有辦法趨向解脫 等同於外道 棄基 他喜歡這個 你就給他這個 他要這個 他適合這個 你就給他這個 是沒有錯 但是最後你只是都一直 順著他喜歡 順著世間而已 那你也沒有把他引導到解脫上 沒有棄理 棄真實理 等同於外道 基本上是這樣 那有些講更嚴重的等同於謀說 棄理不棄基 你只是一直講道理 可是他的根基就不是這樣的 棄理不棄基 棄理不棄基 等忠世玄言語 到最後他也沒辦法修 你要看他的根基 那你講的等於白講 講的等於白講 那如果 如果棄基不棄 你只是適應他的根基 適應他的個性 但是你沒有把他引導到解脫到上來 那不棄 不棄合於真實理 那等同於外道 跟外道一樣 也在修沒有錯 也很努力 也很精進 那有些是想等同於謀說 我們就等同於外套 不是要不要那麼強烈 還是沒辦法斷煩惱 外套沒辦法真正斷除煩惱 沒辦法 外套頂多調補煩惱而已 頂調補煩惱而已 沒辦法斷除煩惱 斷除煩惱一定要無漏會 一定要把煩惱的根本斷除掉 就是神見 神見是所有煩惱的根源 無明 什麼是無明 不知道唯一無我就是無明 不知道延期就是無明 那這個沒有無漏會是沒辦法 好 那還有偏重山領的 賬美經苦的生活 甚至說行必妥妥 住必然若 就我們剛才講那個雜案裡面 有一個商桌比丘 到處去戰灘 這個獨住多好多好多好 佛陀就跟他叫他講話了 他說我也不是說獨住不好 但是真正的獨住 其實是不與煩惱共住 不是不跟大眾共住 這不是這樣子的 那意思就是要殺他 跟他調和一下 因為身團最重要的 佛法身 身是身團 身團是共住的 並不是獨住的 不是那個必自佛 一個住一個 然後這一個山 這一間 不是這樣的 大家是合合共住 那這裡的陀陀 陀陀就是奪守精神 講這個陀陀法 有十二陀陀或十三陀陀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十二陀陀到底是哪十二陀陀 那基本上是很多人 像大家知道是行頭頭髮 十二頭頭髮 那一般來講 一個是阿蘭洛柱 柱阿蘭洛 就是阿蘭洛柱 阿蘭洛就是吉進處 阿蘭洛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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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頭頭 我們來看十二頭頭 我們來看十二頭頭 他有時候翻著奪守精神 其實他就是修治身心 淨除煩惱 偷偷就是修治身心 淨除煩惱 簡單講 這個其實是從印度的苦行外道的修行方法來的 那取他有用的 有益有利的 來做頭頭型 印度很多苦行 其實怪怪的 第一個是豬巴蘭洛柱 那佛法的頭頭型是比較沒那麼奇怪的 第二個是長起食 長起食 就是長起食 一般有些有印過 但是他都用起食 而且即使是有風雨 因為如果下雨 他也不去起食 他就人家送了 但是即使有風雨 然後他也是去起食 就是他都以起食過活 那有些比丘不一定 有些比丘去印過 他不印過那就起食 那這個是頭頭型的一個 那第三個就是次第起食 那也是頭頭型的 這個不是正常應該 起食就應該這樣嗎 其實很多是起食 就是你去到就是不責貧富 這個其實是不責 這個是不畏風雨 這個是不責貧富 不管是有錢人還是沒有錢 因為有錢人共養的就比較好 窮的人共養的就比較慘 那他說他這個是不畏風雨 多知其其食 這是次第起食 他也是頭頭型的一本 那我們再來看 其實頭頭型看起來也沒那麼難 沒那麼難 那第四個是日中一時 那你說比丘不都是日中一時嗎 那你說比丘不都是日中一時嗎 不是喔 比丘不一定日中一時喔 比丘是日中之前都可以吃 但是可以吃幾次是沒有限制的喔 就是說中午以前都可以吃啦 就是日中叫做食食跟非食食 你只要不非食食就好 就是說你中午過後也不要吃 中午以前 你要吃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都可以的啦 就明相出來 你要一整次吃到日中也可以啦 所以一般他們是這樣 是明相出來就去脫脫 脫脫回來就可以吃 吃完了之後還有肾帶回去 中午以前再吃 或是脫脫回來之後有人請供養 你還可以去吃 可以去運供 或有人帶東西來給你 你還是可以吃 就中午以前都可以吃啦 但是他這裡強調只吃一次 有時候叫一坐食 一坐食 或是這個坐 坐下來就起來就不再吃啦 因為他吃要坐下來吃嘛 坐下來之後 吃完了起來就不再吃了 就不再吃 今天就不再吃啦 是這樣 所以有些一坐食 即使是日中吃 但是他一次就拿滿 一次就拿他夠的量 吃就不再起來了 其實那邊還有很多 他起來就不再吃了 就吃那一次 就只吃一次 這個是脫脫血 第五個 第五個 第五個是節量食 節量食就是 他吃不能吃飽 要大概吃三分之二 有時候叫一波食 就是他只拿他的量 而且他的量不能夠 不能煮 不能吃到飽 那有些是有些是像有的波很大 那他基本上也不能拿那麼多 那有的是比如說日中一死 他就脫波回來 那麼他就比如說八點吃飯 然後就八點吃 然後他完了之後 人家還可以給他 他還可以接受 那一波食就沒有 我就只吃我這一波裡面 這一波吃壞的 我都不吃了 那一坐只吃 我先坐下來吃 坐下來 然後一波吃完還可以再一波 我吃完了我可以夾菜的啊 可以夾飯的啊 還可以夾進來再吃啊 人家有送來一個倒進來的 那但是他就不吃了 節量食就一波食 那第六個 第六個是 中後不飲漿 就日中以後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是 沒有正食 但是可以非食食 就是喝的東西可以 就飲漿 就是果汁啊這些 那這些就是可以喝的 所以有一些非食食 說包括泡一些東西 餓的話 但是他也不吃 過午以後就 連喝的 水可以啦 但是這些有果汁的啊 有什麼 有什麼這個米水什麼這些的 他也不吃 這個是第六個 第六個 那第七個 就糞掃衣 不穿好的衣服 避納衣啊 就糞掃衣 像我們這個就不是糞掃衣啊 這種布也算還OK的布 那糞掃衣是不好的 人家丟掉的布 然後補起來的 補一塊補一塊 因為人家丟掉的布會整塊的 爛的 破的 老鼠咬的 然後包死人的 反正一大堆 然後潛回來之後 不一樣的要染過色 染到全部一樣 不可以花的 也不可以太鮮豔的 然後布料也不能太好 人家丟掉了 人家不會好的丟掉 然後補起來之後 染到同樣的顏色 然後穿起來 像以前衣是不容易拿得到的 現在衣很簡單 衣多了 就沒有那麼珍貴 以前衣很珍貴 這是穿更少的衣 不穿好的衣服 第八個 扮三衣 那你說那不就是三衣一波嗎 沒有做三衣 但是有的人不只三件 有很多三衣 但是他這個偷偷行 就真的只有三件 沒有多的 沒有多的 那有的還有做帳衣 還有這些 但是他就只有三件 沒有多的 第七個 第九個 這個總建築 就住在 住在墳墓 墓墓區 總建築 總建是 因為印度人是 死亡是用火葬燒掉 然後或是把屍體放在森林裡面 他們沒有買的 就直接放在森林裡面 露天然後給動物弄到碗 然後在鼓勞外見 他們就在這個總建築 接下來都是在什麼地方住 住什麼地方住 樹下住 第一個樹下指樹 樹下一秀 住在樹下 樹下指樹 也是樹下住 然後意思就是陸地住 陸地就是不是在樹下 樹下還可以遮陽 但是到晚上都是沒有太陽 但是樹下 樹下還是比較沒有風跟沒有這個雨什麼樣 那如果露天的話 它是比較涼 那風也比較大 就陸地住 做 第十二個比較最難的 一般多亞rieb時 叫做常作不握 修波座上面也是常坐不握 波座上面是常立 他就是不躺下来 你不能叫做血不着洗 不能躺下来 你顶多就是坐着睡觉 你不能躺着睡觉 你坐着打坐 我们叫做不倒干 就是重点在不握 就不倒干 另外有一个多的 还有一个有些讲十三个 一般就讲十二个 十三个叫做随处住 没有特定的地方到哪里就住哪里 一块布在哪里就住哪里 你看这个脱脱行基本上 脱脱行基本上都是依死住 基本上就是依死住 你看这依死 然后住 包括这里 阿兰若 依死住 基本上是依死住 那比较刻苦的 这个依死住 这种基本上是基本的需求 这个是十三头头行 十二头头行 那是阿兰若 那是阿兰若 就是激进处 轻视人间比丘 他会认为 这些人间比丘是攀缅 爱攀缅 他不晓得人间比丘是中教化 对人间的教化 但是有些攀缅 那当然就不对 但是他不是攀缅 他是要广结法院 那么油画人间的 又每每轻视独著比丘 说是自私自私 那你不晓得 他其实他住在山里面 是要努力休闲的 好自己可以未来利益别人 就算没有利益别人 他也不至于成为别人的负担 也可以作为众生的福点 也很好 所以不要看个人的分析 不要随便批评 又如在家与出家 也常因观点不同而互相轻毁 很多在家的看不起出家 很多出家的又轻视在家 这样都不对 在家也有得解脱的 非常多 这里讲 过去佛教是偏重出家的 不问是否能适合出家的生活 是否能少益之主 是否对立养心 与眷属心 人不太难做 大家来出家了 而多数不合于出家的性格 这才升格低落 所以并不是出家就好 很多人认为出家就是有功德 出家就是好 一起出家 久述生天 哪有那么好 不可能那么好 要看你是怎么出家 出家之后做什么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出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出家后你要做什么 你做了什么 很多人不出家 还发喜 出了家就起烦恼 当然这个要看 看第一个看时代 看个人 福报应典 然后看你的心 所以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出家 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出家 所以这个他说 多数不合于出家的性格 出家的性格是什么性格 他就是前面讲的 能够少益之主 而且对这个民文立养 跟这个眷属心没有太难做 那眷属心是什么 眷属心就是出了家 要很多徒弟 要这个欢喜 这徒弟越来越多 他就觉得就好像他是爸爸一样 他是妈妈一样 列一下这个 那这个立养心就是要很多性格 供养 供养很多 就是每天都贪这个 都念这种 然后收了徒弟就一定要在他身边 在他的道场 这个都是眷属心 我有多少徒弟 我的徒弟多有成就 不是的 佛法基本上出家都是为了弘养佛法 那或是自己要得解脱 那么有能力当然能够自己解脱 让别人解脱 没有的话那至少自己可以得解脱 为众生的福点 那你收徒弟 收徒弟不是为了来扩大你的道场 而是来弘养佛法的 让他自己得利益的 而不是要让你得利益的 不是你说的徒弟 你的道场人多一点 那你的名称好一点 那你很多人说徒弟是 他道场需要华会 要很多徒弟来做华会 那这样是不对的 那所有徒弟 不论让徒弟到其他地方去学 这个都不对 这个都是眷属心 那你说徒弟其实是为了弘养佛法 注持佛教 那再差也是为了让他能够得到利益 佛法的利益 真实利益 徒弟不是你的儿女 那未来要奉养你 要孝敬你的 不是的 徒弟是要传承佛法的 不是要传承你的法脉 要扩大 要弘养 要注持你的誓愿的 不是 是要注持佛教 弘养佛法的 不是要注持你的誓愿 然后传承你的法脉 不是这样子的 那信徒 信徒不是只是让你的事业能够发展 能够维持不是 信徒 重点不是因为信徒能够给我们供养 带给我们利益 而是我们能够让信徒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不管是信徒叫做在家的徒弟 还是你出家的徒弟 都是为了给他佛法的利益 那么他有了这个佛法的利益 小的可以自己得到佛法的利益 然后再有能力一点的 可以让其他的人也可以得到佛法的利益 就是可以注持佛教 护持佛教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是主要的观念 就是很重要的观念 那很多人不是啊 很多人就是后来才会有这里讲 所以他讲 不是真名利益就是徒享受 就是自己 自己我名声多大 自己是大师上师啊 就是这些 打着弘法立身的招牌 实际是真地盘打天下 或者是射受徒众争取信众 造成佛法无关的派系恶果 现在很多就是这样 就是斗争了 那抢信徒 那抢信徒这件事情 其实是莫名其妙 那么很多人认为 很多人会这样 因为很多道场 靠的是信徒的供养 那他有几种 一种就是你出家的人靠法会 靠塔会 这些让他们来 那他就把法会 卡会 点灯 换成 换成价格 然后这个为止 第一个就是 他们 我们说的所谓的信徒 那么信徒里面比较有钱的 就容易大家笼络的对象 所以会造成有一些 比较有钱的信徒 目中无人 然后甚至因为大家 因为他有钱 所以大家都要抢 然后这个有钱的信徒 如果去其他的试验 他就对这个法师 就有两个 一个就是 那么这个有钱的信徒 大家都想认识 大家都希望他是他的父皇 所以他本来是在这间试验的 他就叫他来这里试验 那那间试验本来是这个信徒护使他的 后来被他拉到那里 原来那间试验就很不高兴了 他说两个法师就什么呀 就彼此结恶缘 你怎么抢我的信徒 类似像这样 那这种观念其实不是佛法的观念 佛法应该是这样 包括徒弟也是这样 这个徒弟要去依止那个徒弟 你怎么抢我的徒弟 都不是这样 这个信徒没有谁的 信徒没有个人的 是佛教的 徒弟也不是你个人的 他不是跟着你出来的 他是跟着佛出家的 实际上他是跟着佛出家 不是跟着你出家的 那你因为你是先出家 你有义务教导他 只是这样 那你重点要让他 这个信徒来 之所以信徒也不是信你 他是信佛的 那么徒弟是不是跟你出家 他是跟佛出家 他是要学佛的 那么这个观念先弄清楚了 那你必须去说这个信徒来 你要给他的是佛法 他有没有给你供养 那是一回事 他可以不给你供养 你也要给他佛法 你重点是你要 你把你出家的目的 你就是要把佛法 传播给天下 谁能够得到佛法 那个就是你出家的目的 尽量把你学习到的佛法 传授给其他的人 不管他是在家出家 所以重点不是他有没有供养你 重点是你能不能带给他利益 所以如果他来这里 我能带给他利益 那我当然就给他利益 如果他觉得其他的人 对他比较有利益 能够给他修行 能够让他获得佛法 那就鼓励他到那里去 这个才是正确的 而不是说这个有钱 所以你不能跑 你在这里就好 他跑了就说人家抢信徒 这样也不对 心态不好的也就是说 这个有钱的 我尽量想办法 把他拉到我那边当户 这个也不对 重点不是因为 如果他问题很多 那他就不要了 他又没有钱又没有贡养 问题又很多 你去哪里去哪里 他就变这样 这个都不对 重点是我们要带给 他来了 不管他是在家的 是出家的 我们都要给他佛法的利益 那如果他在我这里 不能得利益 那我们应该尽量鼓励他 去其他的地方学习 他应该学的 让他可以得到利益 就像你的小孩一样 你教不了 那其他的老师教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如果能够这样想 但是这个要真的要佛法的这种观念 你才有办法 要不然就会习惯性 就像这里讲的 抢信徒 抢徒弟 当成是你自己的 其实连你自己都是佛教的 哪有信徒哪里是你的 但是有些人就会巩固 巩固信徒 来这里 他去其他地方 他就叫他说他是排名 跑道场 可是别人的道场跑来你这里 你都不怕他跑道场 就是其他的道场来你这里 你都不想他说 你回去原来的道场 你不要跑道场 那你的信徒原来是在你这里 到其他地方去 你就说他跑道场 你看人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卷属性 其实你看以前的禅宗这位祖师 我教不了你 我叫你到去哪里学 去哪里教 我不能给你利益 我让你去哪里得利益 重点是我要给你佛法的利益 我要给你佛法的利益 而不是你给我金钱的利益 不适合 那我能得多少利养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能给你多少佛法的这一种利益 出家就是法供养 就是法师 以法布施 那么并不是所有在家人都有能力财师 没有办法 那这些人就不需要了吗 这些人当然难道就不需要布了吗 那佛陀从来不特别说你是 佛陀也不会说你信了佛之后 你不可以再去信外道 甚至那些原来是信外道的 后来找过来信佛 佛陀就跟他讲那些外道也是修行者 你仍然要扩养他们 不要舍弃他们 你看 那我们不是 所以这种就是什么 这种就是讲的就是 他说不是真灵力就是土享受 打着弘法律生的招牌 实际是什么 真地盘打地獎 就扩展自己的寺廟 事情的寺廟越来越大 所以那造成什么 彼此之间的派系恶果 以前的寺院 中国佛教后来就是讲这个派系 斗得很厉害 斗得很厉害 禅宗跟禁土宗斗 禅宗又跟天台宗斗 天台宗又跟维师斗 不但是理论上不一样 实际上也在争议盘 有时候也会这样 就很麻烦 如果是 如果这个是我们的假设 就是这个来跟我们学 那现在你有能力教他 好 那很好 他去哪里学 我们会有水洗 欢喜 只要他能学到佛法 他去哪里学 我们都怎么样 赞叹 水洗 祝愿 他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用 他不一定要来我这里学 他去你那里学也很好 只要你能带给他利益 那这个就很好啊 那徒弟不一定要 不一定是要在我的事业里面啊 在别人的事业里面 只要他们弘扬佛法 那就好啊 虽然是我替的 但其实他是佛弟子来的啊 他真正的是佛头的弟子 又不是我的弟子 那我只是这个姻缘 好像是跟他剃度 然后让他教他 我有义务教他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义务一直跟着我 如果我没有东西给他写 他干嘛要一直跟着我 对不对 然后去跟其他人写啊 那这种观念如果你没有 你就会后来变成所谓的眷属 就是叫做眷属行 眷属爱 那你的徒弟跑了 徒弟跟别人啊 你心里会不会很不高兴啊 你不高兴是因为 你不高兴是因为 他抢了你的徒弟 信徒到别人那里去了 你也不高兴 问题是别人抢了你的信徒 你都不问那个人 在那里能不能得利益 而只问我因为 我因为我徒弟跑了 我的信徒跑了 我失去了利益 那这样是不对的 可是这种是 后来的佛教他没有清楚认知 这种道理就陷在这里面 所以他说也许 他说如果是这样 出家变成抢信徒 然后增地盘 那这样做在家地址 还好一点 出家去造业嘛 起完好造业而已 那么在家反而 还可以多修集一些功德 所以重点是 不是出家就好 不是出家就有功德 不是出家就比较殊胜 要看你出的是什么家 你出了这个家 进入一个更坚固 更坚饶的家 更贪恋的家 那还不是一样 所以总之 学佛是有不同根性 不同风格的 所以应该尊重别人 而且更应该认识自己 自己是什么根性的 自己缺少什么 自己拥有什么 那么当然要顺着自己的发展 然后要看着自己的缺点 要补足 不是说那我信心人 我只要照着做就好 不是 你就知道信心人 若智慧比较弱 你就要怎么样 要增强智慧的修学 其实要这样 那你是法行人 你就觉得你这个尽性不够 信心不准 那么你就要骗重信心的增加 那这样才对 时间已经到了 好 不好意思 那我们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切 普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